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上个月底的巴仙乐园粉尘爆炸意外 带给台湾社会无限的伤痛 而在伤痛的同时 我们更要直视问题的症结 也就是从政府到民间 对于大型活动的安全防备 跟紧急救护观念是否足够 也不止演唱会 许多体育比赛跟园游会 也都是大型活动 但是一般人顶多会注意现场 有没有医疗站 对于其他安全规划 几乎是完全不了解 事实上因为活动主题的不同 在不同环境会有不同的意外风险 事先做好专业的紧急救护计划 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很遗憾的 目前多数的大型活动 并没有对主办单位有相关规范 参加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各式各样的大型活动热闹登场 民众开番之际 有谁想过安全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演唱会 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 大型活动的救护工作 需要事前的专业规划 不同的一个活动项目 会产生不一样的危险性 最后所做需要做的一些活动规划 已经是不一样的 活动意外频传 谁来为民众的安全罢关 1997年一场万人拔河活动 没有人想得到 突然断裂的绳索 会造成震惊社会的断臂事件 当年在马街医院 担任急诊部主任的张国颂 接到好几名重伤病患 冲进来是有一个人 带着手臂进来 哇 好大的一只手 前面有医疗站 结果那医疗站是 医生跟护士跑 跑出去也去外面玩了 结果发现事情的时候 医生护士挤不回去 在急诊室收治过各式各样 因为意外造成重伤的病患 他开始思考国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大型活动 聚集民众数千甚至上万人 一旦意外发生 却没有完善的紧急救护计划来应应 比赛的目的在哪里 其实比赛的故事在冒险 可是冒险不必冒着生命危险 那我们对于伤病的评估 绝对是低估 绝对是低估 2015年一场彩色趴的严重事故 又是没想到或是刻意忽视危险的后果 随着新形态活动的引进 事故发生的类型也不同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从政府到民间 对于大型活动紧急救护的观念 没有太多的改善 路跑运动中 经常听到跑者发生热衰竭 心脏疾病等问题甚至导致死亡意外 家属质疑 从事发当时到送上救护车 一共花了十八分钟 在第一时间还用没有救护设备的 随行车辆载送 最后才转送到救护车上 医务人力和装备明显不足 延误了救治 去年八月发生的这起意外 主办单位不愿意对外公开活动的医疗规划 因为台湾风路跑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相关规范 直到二零一四年九月 在行政院消保处的写请之下 体育书才公告了最基本的医疗站设置方式和规范 但是在活动中 意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悄悄现身 大型活动紧急救护 不只是让救护人员进驻在医疗站 这么简单 专业就在每一处细节里 明文夏儿的太鲁阁马拉松 看在专家眼里 在这样的环境中举办大型活动 根本就是对紧急救护工作的重重挑战 在一个峡谷段 转弯段或是一个落石段 你可能就要部署的就要更密集 所以而不是说我一个活动二十一公里 我就是平均五公里五公里五公里 并不是这样的规划 所以为什么会提到说 为什么活动规划会那么复杂 为什么那么需要专业的机构 或专业的单位来做规划 这就是一个人说的眉角 一旦跑者发生意外 必须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抵达事故现场 在拟定救护计划时 就必须将各种因素考量进去 电击器结合CPR 很重要 因此我们就 如果能够在两分钟之内 到达病人现场 帮病人做CPR顺便电击 它的存活力就高很多 所以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就尽量能够在越短的时间越好 告诉工作上面 你的救援人员是骑机车的 三分钟可以骑多远 但是你在一个峡谷路线很狭窄的 一个集体式的马拉松的时候 比如说它有一个马拉松 人员集中在那个路线上面 那你要能够三分钟到现场 你机车事实上是骑不动 担任过泰鲁阁路跑救护工作的彭康佑 当时向主办单位建议 救护车的代应位置应该配置在上方 这样才能将患者往出口端运送 而不是配置在下方出口 救护车还得进出折返 耗时又鼓励救援 在峡谷地形需要穿透性强的 短波无线电作为通讯工具 除了考量通讯品质之外 也必须考量到紧急救护工作的特性 配置一个很好很良善的无线电 一喊做到你就知道 你在某个点发生事故 之后他们会主动来支援你 你就会专心的做急救 主办单位是不是能够提供 足够且专业的配置 攸关活动的支出成本 但是有多少主办单位 愿意为民众的安全支出成本 又有多少主办单位 体验到紧急救护的重要性 收取所谓的报名费或甚至活动费用 事实上他就应该注重参加人员的安全 在这些费用里面去规划到 所谓的安全防务的这一块 甚至于紧急医疗这一块 甚至于更后端的保险安顿的这一块 只要聚集超过一千人 持续两小时以上 就符合大型活动的定义 但是除了路跑 在去年开始 有紧急救护的相关规范之外 云游会演唱会这些民众经常参与的活动 依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 我试问室内型的医疗站在哪里 你认为他会设医疗站吗 他会认为说我如果用巨蛋 巨蛋不是有医疗站 那医疗站是人家的事工不是 他不管 这个也不管 后来怎么办 没有不管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次的城堡事件 完全曝露出这样的问题 主办单位赚钱盈利 却让参加的民众 曝露在高风险当中 我们学会在几年来 也推了一个说 观光地区紧急救护自治的条例 那个条例也规范到民间游乐园 什么通通都有规定 其实这个规定 可是业者会闪那个漏洞 这次的那个 它就是不正常的使用 专业救护人员指出 在抽干的游泳池那一半彩色趴 几乎是一个变相的室内空间 一旦发生意外 逃生和救援动线 就会面临问题 专家坦言如此大量的烧烫伤病患 现场无论有再多的救护员 也无法因应 但至少可以进行正确的紧急救护 那你第一个你可能要为你的伤口先减温 那家里的自来水也许水质没那么好 自来水或是甚至一些低下的水质 可能没那么好 那你又没有办法得到医疗级的 所谓生理食言水无菌水的保护 那我会建议你用矿泉水 用冲林的方式去做冲林 原本欢乐的活动 却让许多年轻生命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政府到民间 能不能从这次重大意外中 正式活动安全和落实紧急救护计划 陈报意外之后 花莲县政府举办的演唱会活动 因为安全的关系 取消了往年都有的烟火表演 现场紧急救护也增加了人力 有甚至消亡的一个救护人员 还有各项装备 在我们的会场里面 如果预有紧急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立即的处理 我们担心有人昏倒 有人在过害的状况下 会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我们分两个位置放急救箱 当你在CPR的时候需要给氧的时候 我们强制给氧食用的 那或是说民众有过度换气的时候 给他做一个吸入氧气的一个动作 可以缓解他的症状 然后保持他维持他的生命真相 然后来让我们的救护车紧急送医 一旦发生意外 救护和疏散动线就是关键 现场配置了一名医师 两名护理人员和六名救护员 还有两台救护车以及一台消防车 张国宋提醒民众 不是有医疗站就有保障 他的设置和内容也是一大学问 除了活动现场的安全和救护计划之外 一场大型活动的举办 也连带的影响到周遭环境 台湾在去年就举办了四百四十七场的路跑活动 这些向民众收取费用的主办单位 却将许多无形的成本转嫁到工部门 和一般民众扔上 我们使用我们道路路权 这个部分而举办的大型活动 比例算是相当相当的高 警力还有我们的紧急救护 我们消防体系的 本来就已经这种工作负荷量很重的情况下 在遇到这种权限要交管 而且拥入人的权益受到影响 这部分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 确实是有需要应该去思考它本身使用者付费 目前除了医护人力需要使用者付费之外 大批出动的警销却是为谁服务 民间的组织他去办一个活动 今天如果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 请求公家单位来支援 这相信公家单位很乐意去支援 但是如果是一个收费的活动 收费的一个项目运动项目 这个我相信这个不应该转嫁到全民来负担 制度法规总是落后于社会的需求 但是一场乘暴意外带给台湾社会的不应该只有伤痛 是时候让法规纳入活动的规范中 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建立大型活动 紧急救护的安全思维 魔鬼藏在细节里 台湾每年几百场大型活动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 就可能点燃像八仙这样的悲剧 唯有赶快定出一套能够防范于未然的制度 才能够避免噩梦重现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马上回来 坐不满一张会议桌的人数 主动分队开始一天的工作分配 出了会议室 沿着楼梯墙面 贴着一张张的文案 有心肺复苏速的急救尝试 毒蛇咬伤的紧急处理 每个不同文化的禁忌 拥有不同的信仰故事 不同地区出产的面包 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背景与来头 面包的美味是如何让人垂涎 让人心动呢 周四晚上十点全记录 每时的诞生就在公共电视 大家好 公共电视非常欢迎你 这里有许多好节目 看公事 长知识 来后 公共电视提供我们信令的粮食 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PTS Everywhere 公事节目随时随地陪伴着你 嗨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成长 公事 加油 公事战 我是公事之友会员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公事之友的会员 欢迎您加入公事这个大家庭 让我们一起看见更好的未来 公共电视 感谢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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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挺公事 做好更多事 请拨打捐款专线 02-2633-9922 如果你对影像有满腔的创作热情 那可千万别错过 公事成人影像创作营 13年来 公事已培育超过500名学员 更有超过70部短片作品 文不仅教您影像创作技巧 更可体验拍片过程 将实作化为作品分享 活动日期 8月18号到8月22号 错过可惜 详情请上公事观望 您好 你的名字改名叫做胡心瑜好不好 那如果改名叫做胡心瑜 阿宾会比较常来看我吗 我们本人的年纪 应该会好好地讨厌才对 阿宾 这奖励都好厉害 家里妈妈会想办法 你只要专心念书就好 想不到的棒 当大型活动有意外发生时 通常消防人员是救灾的第一道防线 尽管他们经常身处水深火热的灾难现场 但是当面对巴仙乐园将近500人受伤的惨况 许多打火弟兄仍然头皮发麻 救人当然是消防员第一优先的任务 但是除了消防本业之外 我们的消防员还有许许多多庞杂的工作 独立特派员实地跟拍主动消防队 看看他们一整天到底在做些什么 结果还真是包山包海 不只要抓蛇捕蜂 还要救猫狗 外带帮民众开锁寻人 平均一天有七件紧急救护 跟一件卫民服务 这些拉拉扎扎的事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 也占用了应有的进修和训练时间 另外三五年就应该要更新的装备 也往往一穿就是十几年 当这些消防员在灾难现场冲锋陷阵时 除了救人还必须担心自己的安危 接到电话消防队立刻出动 前往的战场往往极度危险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任务都在水火之间 我也出行过那种 台风天叫我们到现场 然后结果进来是去扶花盆 对 其实他就是他人在二楼 他说他一楼楼下的花盆倒掉了 叫我们去把它扶正 还有我们学长有出行一个就是 也是一样是台风天 他说他家的那个冷气的风板 被吹走了 他希望我们可以帮他钉 钉回去 当然这些东西其实可能民众会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要找谁来做 所以我只好打一一九 于宗翰消防员资历七年 在他的叙述中 一一九几乎比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得来素还万能与方便 所以我们的训练就是学长的经验传承 我们要叫蔡桃贵试试看 以往媒体都很喜欢就是看到消防员有抓到一条大蛇啊 然后就上新闻 然后或者是补了一个很大的风潮啊就上新闻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变成好像他的权责主管机关到底是谁 他们应该是谁来执行的 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主管机关来做这些事情 反而让消防员一直做一直做 好像做出口碑 做出了口碑 但是这些与消防救灾无关的情物 却让这群打火英雄开始感叹 英雄很累 作不满一张会议桌的人数 主动分队开始一天的工作分配 出了会议室沿着楼梯墙面 贴着一张张的文案 有心肺复苏素的急救尝试 毒蛇咬伤的紧急处理 还有各种毒蛇与动物的介绍 看似与消防工作无关的图片 其实都是消防员的工作 只要民众有打来 我们指挥中心都会有回应 都会帮你解决问题 器材室里的各种工具 就像消防员工作的缩影 像这种的这些破坏器材 主要是大部分用在就是一个车祸的救援 因为有时候车祸可能车头卡住 或者是或是车辆护状 有人员卡在里面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些破坏器材 那有时候火紧的话需要 可能铁窗 需要破铁窗或是铁门的话 也都需要用到这些像圆盘切割器 或一些其他的破坏的东西 除了灾害的抢救 消防员还要做各种救援工作 像这里头就是一些山岸的器材 绳索一些器材勾环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SKED 就是我们在山岸救援的时候 要把伤患从山上拖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利用吊挂什么的 我们就会利用这些SKED这样 所以连山岸的救护也要你们消防员 对对对对 还有啊 收费器粥啊 会不会有粥铁拿或者抛神枪 对对对 抛神枪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的抛神枪的 抛神枪的部分 然而器材室里的各种救难 与救灾工具 使用几率都没有这个包包多 这个是我们的捕蜂庄 捕蜂庄 对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人家民众会报案 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 就差不多是蜂 就是蜂几乎在开始竹草 开始成长的时候 那就会常常会有民众报案 然后就是说 他家里有虎头蜂窝还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去做处理 对然后就要串这个捕蜂庄这样子 案件多又看似简单的捕蜂任务 却至少要两人才能执行 因为你在穿戴的时候 他这些都是有 都是会有 还是会有缝隙 所以说你还是要把它密封起来 因为如果说风 只要没有密封好 风已进去的话 基本上他就在里面盯了 你也来不及去拖 2011年11月 台东一位消防员 因为捕蜂任务被封钉 引发过敏性休克死亡 类似的经验也发生在吴昌宇身上 三次捕蜂勤务中 吴昌宇不慎被封钉咬 过敏性休克让他一度徘徊生死线上 我们现在的工作太多太多 是没有分工好 我们要做一些很杂事 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杂事 会对这种工作有一点灰心 会觉得说我们消防队 没有在 就是说没有在用到需要的时候 反而会背教去做一些 譬如说像洗地板 干嘛干嘛的 会觉得很没意义 救护 救护 伤害电影救护 是有一名小朋友 一是有精神疾病这方面的病死 那他刚刚有针对对他爸爸 有咬这个的动作 有攻击他人的景象 那我们到现场 我们先做现场的处置 与另一名消防员留在现场待命 在这同时 分队里的消防员也没有闲着 这天下午有例行性的抢救演练 地点锁定小区内的狭小巷弄 一般狭小巷弄的话 我们有一点困难 就是说我们车辆无法到达 我们要靠我们的消防人力接力 我们有消防有器材 很多器材 要救灾的器材 就要靠人力 狭小的巷弄增加救灾的难度 所以消防员必须随时掌握 辖区内的巷弄分布 才能应付突发状况 每个月都会在网站检查 救灾的话 我们实际会把消防栓水先放一下 每个月都要测试 确定消防栓在灾害发生时 能发挥作用 这天下午分队选了两个地点 进行实际演练 出动了四名消防员 一、二、三、四 这四个人去小小巷弄演练 然后小马去消防查查 然后宗汉跟晏林 刚刚去救护了 所以今天下午 其实只剩下 韦杰跟乃琳在家里 还有一个 十八个 三个 三个 仅剩两名人力 意味着如果再有一件救护案件进来 整个分队将只剩接电话的替代艺难 如果运气不好 发生较大型的灾害 就必须中断演练或请临近分队支援 然而主动分队 还是台湾各地方分队中 较具规模的分队 全台湾有四层的分队 他每天上班的人不到六个人 其实你上班如果只有六个人 其实是非常危险 因为有可能我们出勤 一趟救护座两个人 你在一个为民服务两个人 那扣除值班一人 其实你在对待命 有可能这时候发生火警 可以去你家救你的 就只有一个人 以现行消防人力估算 台湾至少有一万五千个人力缺口 易竹东分队为例 共有十台消防车 两辆救护车 每天平均只有九个人上班 车子比人多 车子比人多 现在时间下午十六点处分 请各位浩南市一桌车 进行体能训练 准备开始 十九二二一点 今天下午的训练 重点是 脱霜及负重 我们有一个空气呼吸器跟水袋 同时麻烦你 脱完霜之后 往三楼移动 除了勤务力行的演练 只要有时间 就必须进行体能训练 最基本的就是着装与负重 必须在九十秒内完成 开始 不到一分钟 于宗翰就着装完成 背着水袋往上攀爬 却发现于宗翰身上的消防衣 反光条已经脱损严重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进出火厂 其实它耗损的程度 其实蛮快 对那因为我们 就是我们还是采逐年 态换制 对那今年消防局有买一百套 就是比较好的消防衣冒鞋 对那就是可能在今年 会做一个态换 于宗翰的消防衣已经穿了五年 再对上根本不算什么 这是我们县内发的 一般消防疫苗局有使用年限 大概要三年到五年之间 一般的话 这个材质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防验的 材质材料的话 到三到五年可能也会失效 所以我们就尽量三到五年 就要尽量 淘汰 换新 一般火厂大约有六百到九百度的高温 所以消防衣冒鞋 除了防验还必须能耐高温 同时为了示警 还要具备反光或是荧光效果 然而在排放整齐的装备中 随处都能看到斑驳或战线的受损痕迹 我是差不多用了十年 大概还没换 你个人用了十年 你的是哪一件 蛮旧的 你用了十年 对 你这样穿着超过年限的消防疫苗国厂 你心里会不会怕 这天晚上余宗翰刚结束三天的受训课程 他已经有四天没有回家 在七年的消防员工作中 与宗翰表现相当优异 从工作中他得到许多成就与肯定 然而这份工作 却也有许多他无法和家人说的事情 现场只有两个人 然后当我们都不好水线 准备供进去的时候 他的整个铁皮屋突然全面燃烧 也说我人完全是陷在他的那个建筑屋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说 我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这件勤务是余宗翰消防员 生癌中最惊险的一次 然而在访问开始 他对这场任务却选择逼而不谈 因为其实有一些就是比较危险 但是其实都不太敢跟家里人讲 余宗翰述说他的工作时 只要内容稍微惊险 他的母亲总会流露担忧的眼神 他这个应该是隔了一两年后 有一次他无意中讲出来 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了 不想让家人担心 提到工作内容 许多消防员只好选择隐瞒 然而超长的工时却无法掩盖 我们上班都要上四十八小时 然后才会放二十四小时 比如说你这四十八小时 有可能你又因为停休 或者是其他的勤务原因 你有可能连续上 上个四五天五六天 都会有很可能 但是在这么长时间的疲劳之下 你很难会有一个 马上可以面临说 我灾害现场 我可以马上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而且我们常常 很常因为睡眠不足 我们开车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状态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没睡宝开车是非常危险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 全台湾的消防员 都在没睡宝的状态下 无论独自从 无论独自從 无论独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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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八 黑移民 救护 救护 赶快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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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指揮中心传来一件救护任务 值班的消防员再次出勤 距离上次睡觉不确定是多久以前 任务繁杂 人力不足 装备成就 这些消防困境只能随着扬长而去的警笛声 无力的散落风铃 如何让消防人员回归专业 需要全方位的思考 但是无论如何 最近几年的灾害类型跟规模都越趋复杂化 让专业知识显得更加重要了 一定要透过扎实的训练 才能够让那些打火英雄们 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的判断 稍待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我觉得这个计划蛮聪明的 他们就觉得好 那我们把释出给台南的艺术家免贿 因为你BOT出去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像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承受的 我们把释出给台南的艺术家免购买了 第十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点就在公视频道 喜欢玩影音秀创意的青少年朋友 千万别错过 如果今天不用上学 青少年行动为电影创作营 从编剧到拍摄到剪接到完成作品 探索你在学校之外 享望的新鲜事 现在就提出你的拍片勾想 与我们一起用手机 放心创作 高雄厂7月29日截止报名 完全免费 赶快上活动网站报名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温音乐战警的民歌时代 都是频道那些年我们的歌带您回味 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这段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访被称为文化古都的台南 有不少老建筑近年由市政府规划成为文创园区 像是会在北区的公园路321项 有18栋日剧时代的军官宿舍 在两年前鼓励艺术家进驻 成为一个新兴的艺术聚落 其实南投的中兴新村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 早在九年前就有艺术家驻村计划 但是几年下来 很多艺术家来了又走了 这好像是台湾各地文创计划的缩影 很多都只是阶段性 短暂性 一时之间繁花盛开 但是花期过了 土壤并没有变得更肥沃 不够让文创的种子发芽茁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砖墙上九重个花开艳丽 热闹的台南市区有处秘境 里头绿意浮书像是桃花园 再走进一桥 整排低矮的日式平房 斑驳的外墙与木门 时空仿佛再次凝结 第一个当然是这里的氛围吸引我 再来是我看到有人在里面 创作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眼睛为自己亮 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么 这么让我让我有感动的 氛围里面 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创作 但是心里就发出一句说 我也要 那种感觉 因为你当一个创作者 你会很喜欢这样的空间 然后可以在这边安静的创作 周建信热衷于板画创作 当初他和朋友郭乃文 第一眼看到这间房子 非常喜欢 立刻写计划书 向文化局申请进驻 进来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那个氛围是很容易 让人冷静下来 安静下来的 其实在里面有一些空间 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会是整个会是放空的 就是你的想法或什么 会呈现一个凝结状态 就是简单说就是发贷 因为你BOT出去 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像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 去承租那个地方 因为他有一个大公司BOT出去 他在分租出去 那大部分都只能有一些 已经经营得很成功的一些商家 然后他们去进租 所以你就会发现 每个BOT出去的地方 其实大概商店就是那几间 三二一项艺术聚落 原本是日志时期的军官宿舍 目前有十八栋 是台南现存最完整的聚落古迹 由于房子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为了加强管理维护 两年前市政府推出艺术祖村计划 让艺术家免费进驻 像我这间回处蛮严重 我刚才来的时候 就进来就有人把那个 因为橱柜啊 那个梁都是那种台湾块木 很珍贵的台湾块木 而且很大一根 所以就会发现他们把它锯掉 我进来好几个空间都被锯掉了 然后被挖走 那文化局就觉得 这个空间 他们还没有钱来维修 但是如果放着坏 会越来越长 我觉得这个计划蛮聪明的 他们就觉得好 那我们把释出给台南的艺术家免费 但是他背后另外一条件是说 那你要自己修房子 自己修房子 就是 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所以一开始大家来看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就决定我要这一间了 因为这一间我花 因为我是一个剧场 我当然来这边就开始想说 我如何把这个空间 找一个还可以当作剧场 替代空间的地方来经营 台南人剧团成立至今29年 你是一个大丑婆 果然听不懂 不像一般剧团拥有固定班底 每一出戏都是以临时编组的自由演员为主 因为台湾表演艺术的市场还不够成熟 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将他当作一辈子的职业 比方说这一群人对 有一群人对戏剧创作朋友很有热情 很愿意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团体很用功 所以我去参与你的团体 他也告诉你我可以做志工 我不用钱 但是他的背后就表示说我也不会做很久 那可能做一年或做两年 好够了 我必须去为我的生活了 所以永远的这些联系剧场永远只有新的人 永远都是新的人 李维木目前在台南大学戏剧喜交书 他认为台湾不缺大型剧场 而是缺少真正培育原创能量的小剧场 那目前我看起来就是没有排练场 大家在排戏的时候 就是要去各个空间去住 去借 拜托 到处去拜托 那像我是文化局的仿视委员 我就去看其他一些新成立的剧团 那我就发现这样怎么 这个太令人担忧了 我觉得戏剧活动在台南怎么可能撑得下去 或是另外一面 我是太佩服这些人 愿意继续撑下去 当初看到这里的房子 李维木简直如获至宝 他在这里致力推广舞台剧 光今年就有120场演出 其实台湾文创这几年 喊得震天尬响 但始终缺乏创作与展示的平台 这成立了一个点之后 会有很多的参观的人民众进来 那无形之中 我们也会被看见 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作品 或者是我们的创作的方法 就会被看见 那我觉得这是 我也不用去大力去宣传或什么 就像你们就来采访 那这样就推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该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艺术家一个呈现的平台 这几年政府陆续提出很多闲置空间 转变成艺术村的计划 也确实培育了一些创作品牌 14年前原本只是三个年轻人 在东海艺术街租的小工作室 如今已成为一家拥有专业团队的文创品牌 从小我就发现我读书读得不好 就是不大能把书读到 就是记不起来也读不起来 没办法读 看到书就睡觉 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价值 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我的手很巧 可以做东西 所以即使我读的都 一直都是读很烂的放牛班 可是我的价值一直在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不好 我都一直告诉自己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的 所以到最后我也证明 我是还蛮好 就是我可以靠我的手做出很好的东西 兰妈妈的作品与运用的材质非常多元 他们习惯将传统器物借由现代手法 将工艺艺术融入生活 比如说以这个铝这个技术来讲 它是工业的制程上面有一个叫阳机处理的这样一个技法 那在阳机处理的技法的过程当中 它会让这个铝的表面产生一些细微的毛细孔 那个大概就是微密集的 那你必须要放大进去看才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毛细孔它就形成一个特色 它可以吸附一些颜色进来 可是这些创作品摆在艺术街店里就是卖不出去 刚开店前几年连租金都付不起 本来想说一个月可能八千块的租金应该不难 可是就发现那个八千块还真的很难 就是卖东西卖不到一个月卖不到一万块 后来他们陆续向政府释出的台中酒厂 与台铁20号仓库提出进驻申请 才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并且得到建设公司赏识找他们做公共艺术 自此然妈妈才总算开始真正赚钱 其实台湾应该可以提供的是一个长期可以累积的能量的地方 就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去英国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固定的市集 那这些固定的市集 它其实就有一些年轻的创作者 其实就会在那里它可以有一个展售的机会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市集的处理的方法 或者说是进驻处理的方法 其实都是很短暂的 就是可能它可能半年 它可能甚至几个月 甚至是搭配活动 它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那那个其实都没有办法累积 从事创作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即使现在让妈妈还是以精工设计 公共艺术以及文具商品设计等多角化的经营方式 才得以维持 像这些具有浓浓台湾味的文具商品 所以他们的小售业机里一直很畅销 Mark Taiwan的设立的原因 其实Mark Taiwan就是记录台湾嘛 譬如说用书签的方法 用小的一些礼赠品 就是小的一些产品的方式来去跟其他人分享 那所以就会有Mark Taiwan的这个品牌出现 它比较好卖 因为比较便宜 没有 应该是说比较亲民 就是它的价格 因为我们Zamama是一个手作的精神的一个品牌 就是不管它好不好卖 反正我们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手作的痕迹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感动 所呈现出来的物件 虽然现在从北到南 政府陆续释放了一些闲置空间 让艺术家进驻 但很多都是阶段性短暂的计划 目前在执行的就是说 艺术家或文创者进驻这些闲置空间 我是希望说时间可以延长一点 不要是一年一月啊 因为这个会造成是说 这些创作它其实需要累积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商业的考量 就是说我一年之后来评估 这个进驻者他的绩效是如何 我觉得应该放 如果有通过一个审核的机制 应该把时间放长一点 让这些人可以在一个地方 好好的创作久一点 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创作的东西 是不是有可能帮他们 媒合出去 好或是说仲介出去 或是说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们可以把那个收藏家跟这个创作者的东西联合 连在一起 毕竟这些创意人才的产出 不应该等同其他产业 以量化做分析 我觉得个人大家会希望就是让我们自己好好发挥这件事情 不要有明确的规范或是标准一定得去达成 因为像可能有在一些开会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可能会被要检讨 是说那来参观的人潮有多少啊 或一年的开放时间有多少 就是量化的东西它很好算 它也很好管理 可是那不是每一种不同属性的单位都可以做到的 李玉婷是国中美术老师 近几年她特别偏重以实物 传达她的创作理念 这些蛋糕房子 就是李玉婷花了很长时间不断尝试 一点一滴将过去台湾不同年代的房屋建筑形式表现出来 对他们来说 创作不见得是拿来卖的 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分享创意 我自己有创作的需求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需求 然后如果一蛋糕房子系列的话 我对空间很有兴趣 所以我会关注空间 那如果我的需求成为了作品 而有观众可以看到 也引起共鸣 就是我的需求也获得了你的共鸣了 那这样我会觉得有一个沟通到了 就是很开心 台湾文创太过于重视消费市场的数字 并且习惯以量化的方式推动产业 如此只会让文创产业流于代工 以艺术村来说 最可贵的不是它能带来多少参观人潮 而是这些创作者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希望在这边可以推展一些 我刚刚说的版画 版画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之外 也带一些版画创作的方法到这个地方来 让附近的民众或者来参观的民众 多认识一个关于版画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媒材 推展文创 不在于盖大型的展演空间 其实从地方美食的涵养 让文化创意内化进入大家的生活领域中 才是最重要的 老空间因为艺术家们的进驻 有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这股力量必须要长久的在社区扎根 才有机会继续扩展并且延续下去 看趋势说真话 独立特派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周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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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再会